大家好,我是願意平板協會的執行長 其實本業是在做司法相關的改革 那同時我也是在郵政支持協會這邊擔任常務理事 那之所以會加入這個協會其實有一些姻緣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像剛剛小林有提到去年就是大同的 同業綠樹的那個參入郵的事件之後 我想大家可能一下有印象 就當時有一位高官的太太 她被媒體追問問到說 那你家是食用怎樣的油 會不會擔心也吃到這個大同的油 那這個太太很自然的回來 據說我們家都吃進口油 我們不擔心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件事情就反映了 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蠻關心多於聯本中毒 也蠻關心油品事件 它不單單是一個我們自己食品安全的問題 它同時是一個階級歧視的問題 那三十五年前大部分吃到這個米糠油的 其實包括剛剛提到的惠民盲笑 或者是一些社會環境 社會背景比較不好 資源比較弱勢的民眾 才會去選用這個地下油行 風箱油行的生產的這個米糠油來使用 因為它比較便宜 那這代表背後它是一個整個社會結構下面的一個公平跟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而當時這些人 我們當時的報導預估是超過兩千位 兩千位的民眾無端 去身上有這個多於聯本的中毒 那多於聯本的中毒真的是非常難 非常煎熬的一件事情 剛剛小林有分享這個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 它經過四個半衰期 都還要體內都還有超過一般民眾的毒素 那我們上個月十月的時候 剛舉行在台中這邊舉行有真受害者的一個座談 那在座的伯伯阿嬤們 很多民眾大約現在可能是五十歲六十歲四五十歲 中壯年可是卻與毒共存三十五年 很難想像在一個十歲可能當時只有十歲的小孩子 然後吃了這個米湯油 現在多於聯本中毒 後續這三十五年到底怎麼過來的 那其實當時 我們必須講究政府真的是非常官僚的一個 不管是哪個當 我想其實官僚的程度可能只是一個程度高低的問題而已 本來 油證受害者在當時 其實在台中彰化一帶 其實台灣省政府他們有要求說 有詢問 如果你自認是有吃到這個油的話 你可以去跟政府申請列策 我們有一個油證受害者名冊 那這個大部分是在1979、1980年 在事件爆發之後 沒多久就趕快召集大家 那很多人就會跑去跟政府登記說 我應該有吃到這個米湯油 我應該是中毒的患者 那這個列策的名單大約是一千七百多人 一千七百多人 那到現在有沒有陸續增加 其實是有的 但是政府其實公布了一個辦法 到2012年10月31號 如果還要再申請列策 它有一個行政命令說 我接受人民登記列策了 直到2012年年底 那其實這件事有點荒謬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曾經使用到米湯油 或是他知道 但是當時還年紀很小 並不知道要去申請列策 我們其實去上個月在台中這邊舉辦的座談會 就很多來的民眾 他是並不是在這個郵政的名廁裡面 但他很清楚的知道 當時跟他同工廠的夥伴們 同工廠的員工或家裡的親戚 他是在郵政名廁裡面 每天一起吃中飯一起吃晚餐的 同桌共食的 就有一個人他是沒有在名廁裡面 那如果是依照現在的辦法 他會變成他無從列策 政府就不承認了 那這個開什麼玩笑 當時就明明就真的是 使用到這個多餘點本中毒的米湯油 但政府卻突然無端的設下一個期限說 我只到2012年12月31日 那這個道理何在呢 沒有道理 那當我們郵政協會跑去跟 衛生衛福部說明這件事之後 衛福部就說 如果還想要列策 當然你還是可以來申請 沒有問題我們會開放 那其實這讓我們就心中 產生很多的問號 那到底你設那個期限 到底目的又何在 那這接下來就會 關系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我們在談到底政府如果希望他不要那麼官僚 希望他可以更主動更積極一點 有一個辦法是我們立法來監督 立法來監督 所以我們郵政受害者知識協會 其實在成立一開始有一個初衷 就是要制定這個 郵政受害者救濟法 這邊其實我們在談的是 怎麼講 因為你無端吃到這個有毒的米糖 其實本身已經夠辛苦了 那後續這個醫療上面的保照護 政府有沒有做 那以及這些人他可能在工作上面 就學就業上面 是不是有造成有一些影響 有一些心態 其實這些其實很難去評估 但有一件事可以非常清楚評估 就是的確身體很不好 剛剛小玲有提到就是疾病的百貨公司 那這個疾病的百貨公司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態 它會看你的身體的哪一個系統比較差 它就發作在那個系統 如果你今天是消化系統比較不好 可能消化系統就會有一些病變出來 病痛出來 或是其他的狀況 那同時還有第一代會 第一代的母親女性 她可能會透過生產的 透過培子宮傳給下一代 那又有第二代的出現 第二代的關係 第二代又涉及到剛剛談到的 就是郵政受害者名測的這個關係 很多人是第二代 那第二代也許是五年十年後才出生 那當時可能已經 甚至多於聯本這件事情 也許已經不再被看到被討論的事情 怎麼會知道要去申請列車 對這就是另外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其實第三代 已經陸續也出生了 那針對第三代 到底體內還有沒有毒 可能還有待流行病學 或是公衛學者去研究 但至少很明確的是第二代還是有 那我們在2011年 其實當時就是有提出 這個郵政受害者救濟法的草案 同時也邀請日本 剛剛提到日本其實 早我們11年也有這個 卡內銘油場的多於聯本中毒事件 那邀請日本這邊的代表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事實上 大家記住喔 要提醒大家一個 就是一起來記住一個事情 日本在這個時候 還沒有立法 他們是看到台灣居然要立法 他們日本的 油證受害者才開始想到 是不是我們也來立法 那才決定有這個 建立制第一個制度 來保障油證受害者 那他覺得說台灣這樣做很好 他們也想要學習 這是2011年的事情 那我們在立法院有開了一個公聽會 提出這個草案 邀請其他的漁會的立委 以及當時是衛生署的代表 希望他們可以認同 可以同意 要制定這樣的法令在台灣 因為這些受害者們 到底接下來會面臨多少的病痛 我們並不清楚 那到底什麼時候人生會走到鏡頭部門 也不清楚 那政府如果還不趕快起身照顧 到底又要等到什麼時候 下一張 那其實當時在參考的 前一頁好了 往下 再往下 當時參考的其實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韓國這邊有一個枯葉劑的受害者支持法 那其實這主要是針對越南的部分 是韓國外越南 韓國 韓國的這個枯葉劑 因為當時也是有針對這個 在戰爭的時候有一些化學的武器 導致這個無辜的受害者 那我們有參考這個法令 下一張 對首先我們講一下這個法令 有幾個立法的一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行政機關彼此必須要互相合作 那其實現在大部分會去照顧受害者的是 在地的衛生局 衛生所 那但是 中央這邊什麼都不用做嗎 當然不是 那必須要有一個統籌的分配 那以及我們其實談到一個 講到受害者現在的處境有一些 其實是蠻尷尬的狀態 第一個 保險 要怎麼保險 那我們知道保險 其實保險公司他會去估算你的 你這個 你的身體健康的狀況 那是不是有可能會有 一些其他身體病痛 保險 是不是要讓你保等等的 那尤正受害者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是非常弱勢的 因為當你跟保險公司說 我之前曾經有多餘點粉中毒 那我想你這個保單 保費應該是會非常高的 那但這個非常高 是要由這個多餘點粉的受害者來負擔嗎 來承受嗎 其實這件事情是我們 目前協會也還在討論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整個有的受害者的照顧 他必須要是跨機關的 他不會 也不單單只是衛福部 必須要來主折的事情 那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關於受害者的認定 今天衛福部他如果想要設定一個期限說 從今天開始 以後要再來申請列車的 我們都不准 這個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的道理 就好像我們今天看到這麼多 不管收水油 或是大家實在安全的一些受害者 如果我們今天自認是受害者 但是他跟你講說 我們就直到今天的12點為止 你明天要再來申請說你是受害者的話 我們不接受 這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為這個毒油或是這個收水油等等的 可能已經存在一年了 那我過去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吃到這一碗泡麵 或是吃到那個月餅等等 他可能就是我今天也是受害者 但是無論如何不應該劃下這個時間點的限制 所以我們要求要立法讓受害者他可以主動的來跟衛福部 跟行政機關申請說 我懷疑我可能是當年多綠人本中毒的受害者 我希望可以申請進入這個郵政的受害者補助的名單裡面 那再來一個最關鍵的則是醫療的保護 那醫療的保護我們要求的其實是第一個特別門診 邮政受害者在就醫的時候很常遇到一個狀況是 當我們拿邮政卡 以前是邮政卡 現在會注記在健保卡裡面 去跟醫療院所說 我要看病 然後我曾經是有邮政中毒 那有些醫生是不知道什麼是邮政 那這時候就變成受害者要開始解釋 邮政是當年1979年 台中彰化這邊一帶的米康油中毒事件 那很多醫生如果不了解就會覺得 你今天是來看病還是來亂的 那其實這對受害者來說 真的是一個二度甚至是三度的傷害 就是我今天來看病 那邮政卡的意義在於說 它可以補助部分的負擔 補助健保的部分負擔 那如果說我今天只是說 基於一個政府照顧的一個角度 我要取 我本來就不用負擔這一筆的費用 我來跟你講 結果反而在掛號的櫃檯上面 或者是在就醫的第一線 卻被醫生或者是掛號的護士 這樣的質問 那當場是非常非常難堪的 那其實我們陸續一直會接到很多受害者 跟我們尋求資源是說 他去看病的這個醫生 他都不知道什麼是郵政 那所以我們其實在醫療權益 或是隱私等等的 其實是覺得政府不太有在做什麼 他有沒有去跟台中彰化院 因為台中彰化一帶最多的郵政受害者 有沒有去跟台中彰化一帶的醫療院 所說明這個情況 有沒有定期的去做一些教育 做一些宣導 好像是看不太出來 那當他不做這些宣傳的話 那就一件又一件的 這樣子在就醫的第一現場 被刁難或被質疑 那對於郵政受害者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醫療權益 我們也談到要做一件事 就是特別的門診 因為郵政剛提到的是 疾病的百貨公司 有時候可能需要有特殊的 醫學的認識 醫學的專業 才有辦法去了解說 今天這樣的症狀該如何處理 那這個特別門診也是我們這次立法裡面 條文有特別規定的 那再來是受害者的法律輔助 希望能夠比照法服法的規定 讓受害者當他要去爭取 他可能是隱私權受到侵害 或是醫療權受到侵害的時候 他可以獲得法律輔助基金會的律師的訴訟的協助 那最後則是一個 我們希望有一個比較合理公平正義的對於當時中毒之後就過世的受害者 能夠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對待 因為政府已經無視這一群受害者35年了 我們不知道接下來還要等多久 那很多人是陸續的不幸的離 陸續的往生陸續的過世 那很多人過世是像我們理事長廖老師 他其實常會談到一些他跟他的學生 他的一些受害者的朋友在聊天 那可能每多久聊一聊 又一個朋友又離去了 或者是他又知道哪一個他當年的學生 在某個養老院孤單的往生 那這些其實是針對以往孤受害者的部分 到底我們政府能夠做什麼 或是應該要做什麼 那我們這邊是認為說應該要有一個固定金額的衛福金 那這個衛福金事實上金額並不大 那是政府要基於一個保障 或是照護這些不幸的受害者的一個基本的門檻啊 我們認為 好 下一張 可以再下一張 這是今天的自由時報的報導 因為最近有品公安的事件其實一直在出來 真的是一爆爆不停 那我們今天也有 昨天有受訪 其實是在談這個法案到底要躺著 多久 事實上我們在2012年也就是這一屆立委的任期內 一開始 2012年6月 我們就將草案 郵政受害者究極法提進去了 當時是請 魏明谷立委 郵美女立委 以及林淑芬立委來 共同提案 那後來也有再 將法案稍作一些修正 請林淑芬立委再提一次 目前是有條文在立法院等著的 那立法委員 只開過一次會 已開過一次委員會 討論這樣的法案 那法案是 就是 目前還放在 躺在 法的委員會裡面 那我們認為其實 這麼多次的郵政事件出來之後 事實上這是一個政府的機會 去展現他們要照顧這些無辜受害者的決心 但顯然政府根本沒在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人數並不多 剛剛提到的可能 預估是超過2000位 但實際列車只有1700位 這對他們來說 看起來似乎不足成為一個 要這麼重視的事情 所以直到現在我們是 還沒有看到這個立法的 有通過的跡象 我們還會以為說 因為最近食品的安全事件 會對這個法案有一些 推動有一些幫助 但看來是沒有 那我想 自由時報的記者 他們大概也意識到說 其實這個法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35年前 無辜受害的 有這受害者 你都沒辦法說 我今天來保障他們的醫療權益 那35年後的現在 大家 我們又如何去期待政府 會保障我們的醫療權益 那必須提出了一件事情 是當時是多綠聯本 多綠福南中毒 這是類代澳新的中毒 就是這類代澳新的中毒 它世紀之毒 等於說 疾病的發生是非常嚴重的 那很多人其實到現在 還在承受這樣的痛苦 牙齒皮膚等等的 其實即便不是致死的痛苦 但這些痛苦是伴隨著每天 日常生活的 它這樣一直伴隨著 它不是說我們今天好像 吃了一碗泡麵 大概也許沒那麼嚴重 過了幾天 或是之後就沒死了 或是要吃多少碗泡麵 才會出事的狀態 那當年的無辜受害者 其實到現在 我們這次看到 其實很多人 他的身體病痛 因為現在大約是四五十歲 那也開始 步入老年 那身體的免疫力等等 很多地方是越來越差的 剛剛 我們看到是 會民盲校的校長 陳老師 陳校長 現在的身體狀況 已經大不如前 那理事長廖老師 在撐這個協會 其實身體狀況也 並不是說多好 那多一點本中毒 其實影響的 就是這麼基本的 我們就是 身體都顧不好 那所以我們雖然說 不是一個很廣為人知的 一個協會 但很多人默默的 其實在承受這些 當年的食品公安的問題 再往下一張 再往下 再往下 這些年 好 最後我想跟大家談一下 去年 其實去年 江一華院長 他曾經講了一件事情 在六月的時候 一次食安風暴 他說他們有十大的政策 那個十大政策 某程度上來說 其實是十大口號 那今年當九月收水油事件出來之後 少了兩大 他又提出了八大政策 那事實上 我們其實一直看到 政府不斷的在 喊口號 不斷的一直在喊說 他們到底要怎樣怎樣 那其實實際的作為 今天看到的 其實郵政受害者的立法 其實就是一個最基本 又最實際的一個 一個作為之一 一個選項之一 但其實這個政府 卻完全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不太知道說 到底現在真的是 其實影響的成績 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廣 真的不知道說 到底現在還有什麼東西 真的我們可以很不怕的 很自然的去使用 那我想這個真的是政府的責任 那看在 有政受害者支持協會的 我們長期在關心這些 受害者的狀況來說 其實是非常無奈 也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對實際的受害者 也就是惠民盲銷或廖老師 或是其他朋友們來說 其實更是更是煎熬 因為為什麼政府 我們這些人用身體 用生命 換來的教訓 那政府卻沒有繼續 那對於食品公安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一個更 積極更完整的做法 去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呢 那其實這件事情 對於這1700多位 或是2000多位的受害者來說 是 是很 我想是很無奈跟沉痛的 是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 謝謝 謝謝大家